HELLO 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我们要开箱的就是这一盒 Hot Toys MMS 602,黑寡妇个人电影中的Task Master,模仿大师 模仿大师最早在1980年第195期的The Avengers漫画里登场 他的特征就是戴上白色的骷髅头面罩,白色兜帽连斗篷 穿上蓝色、橙色的战衣和使用刀剑、弓箭、盾牌等等的武器 他的本名叫做Anthony Masters 他自有已经拥有一个名为Photographic Reflexes的能力 可以单凭肉眼的观察去模仿到其他人的动作和战斗风格 他曾经一到是神盾局的特工 在一次任务里注射了强化士兵的血清 令到他的身体能力和模仿的能力都得以再进一步强化 但当他之后再不断增添新技能的时候 这些新技能就会取代了他原有个人的记忆 也就是好像他的大脑不够memory用那样 最终就令到他变成了一个不记得自己是谁 只能一直不停地去执行新任务的一个特工、间谍、傭兵 后来模仿大师他就发现训练人家 比起自己冒着生命危险去做任务更加容易赚到钱 所以他就建立了模仿大师学院 只要任何人给得起钱 即使是罪犯都好 他都会去为对方做战斗指导的 模仿大师长久以来都是美国队长Antman的对手 一直以来他都在很多电视动画、游戏里频繁地出现 直到2021年终于在黑寡妇的个人电影里 首次在MCU里登场 不过他就被改成了一个由法国女演员 Oruga Kurilanko去饰演的一个女性版本 他的名字亦都由Anthony变成了Antonia 整个角色的起源故事虽然有保留到少少的共通点 但基本上是完全改编了 这个改编在网络上似乎很多粉丝都不太喜欢 所以就导致了这个角色在电影上映之后的人气不算很高 电影里面角色的人气就一般 不知道玩具方面又做成怎样呢 今次在外壳方面主要的用色就是深蓝色 配搭上一些橙色的线条 正面黑寡妇的标志底下就有透明的部分 可以透视看到底下模仿大师的图画 将它的封套拿走之后 正面就有一幅跨页的图画 背面就有另一幅玩具的图画 而正面打开之后 就可以透过透明的视窗 看到今次大约有什么内容物 好了 这就是今次这一盒模仿大师里面所有的内容物 首先就有玩具的本体 接着就有一个盾牌 一把弓 三支箭头不同的箭 两把可以替换在前臂上面的拳剑或者是就剑 一把长剑 五支替换手型 一组后臂的关节 最后就是今次的地台支架说明书 模仿大师这一套战衣主要的用色 就包括有深蓝色、铲色和银色 身形方面又配合到电影剧情 并不会特别显现到女性的线条 所以未揭开面罩之前是无法分辨到它的性别 服装构造是在深蓝色的undersuit上面穿上各种的装甲 大部分的装甲上面都有旧化的涂装 undersuit用的布料不算很有弹性 但是缝制得相对不紧身 所以可以在手脚关节处看到留有很大的活动空间 这样的设计造型上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反而有贯切到模仿大师比较军士风用兵的风格 也都因为这样的设计 所以可以预料到这一只模仿大师的可动性应该非常强 身上最大面积的是上半身的这件金属蓝橙银色的背心型装甲 上面银色围巾造型的部分是硬身的塑胶件 它没有可动性 它直接连到背后的背包上面 在电影里面这个部分感觉上都是很硬的一块 所以我想它从来都不是真正的围巾 应该算是装甲的一个造型 肩头部分有金属银色的肩甲 底下undersuit上面有迪胶色条去扮一些绑带 这一块肩甲并不是用绑带去固定的 而是用魔术贴 这个魔术贴算是做得非常稳固和贴合 而且都不会影响到它的可动性 上臂除了迪胶色条之外 还有一个环形的装甲 这一块装甲是没有固定的 前臂有金属银色的护甲 这一块护甲在电影里面可以打开 里面有控制面罩的开关 玩具上面这个位置可以替换成一把拳剑 或者叫做就剑 在电影里面是模仿大师对打Red Guardian的时候 曾经用过这个武器 这个武器在预订的时候没有 是在派货的时候才追加 所以这个追加配件的举动就很有诚意 腰上有一条装备腰带 这条腰带没有黏死 所以有少少的活动性 腰带左右两侧各有一个小包、一个窗套 里面塞了硬身的海面去塑造造造型 底下用魔术帖去贴在身上 都算是稳固的 电影里面窗套里面还会有手窗 今次Hot Toys就没有提供到这个手窗配件了 背后有深蓝色的装备背包 同样有不少旧化的涂装 在电影里面这个背包是用来收纳武器用的 大腿和膝头的部分都有深蓝色的护甲 这四块护甲全部都是用魔术帖去固定的 非常稳固 而且视觉上都非常贴合 大腿背面有很多滴胶色条 它们都是模仿一个绑带的细节 都不差的 同样不会影响可动性 鞋的部分穿了一对分成两段的长蝇 蝇的侧面有一些突出的部分 在电影里面是用来藏匕首的 而且模仿大师有一幕是用了匕首去模仿了Winter Soldier的战斗方式 超级有型 不过今次玩具上就没有给到这个匕首的配件 非常可惜 最后鞋底的纹理都有做出来 头雕方面是一个金属银色的骷髅头面罩 配搭上一个深蓝色、浅灰色、橙色的兜帽 兜帽上面深蓝色的部分有很多很小很小的火粒 所以摸上去的触感是有点粗糙的 而浅灰色位置的布料就好像滑雪库那种 橙色位置里面就有铁丝可以咬造型 一开合出来的状态 可能大家会觉得这个兜帽丑的 其实有个小技巧就是可以把下面的部分向横压平 它就会马上变回电影里面的模样 当然啦 兜帽可以向后脱下的 脱下之后因为有铁丝的关系 它是比较容易做到向后贴服的 脱下兜帽之后可以看到整个完整的头雕 这个头雕做得挺不错 上面有不少构化的涂装 眼睛部分是一个素描器 在电影里面经常会发出素描时候的红光 这次Hot Toys就没有做到任何相关的设计 这一点就有点可惜 另外电影里面 头盔的背面是可以打开去插入USB的 应该就是给模仿大师去读取一些战斗的画面去学习了 这边的高峰就是橙色的 可以看到剑身有一段段的造型 应该是因为这把剑设定上可以摘叠收纳起来的 手柄位置有一个洞 然后可以看到中间有一个超迷你的模仿大师标志 另一个模仿大师最常用到的武器就是这个盾牌 盾牌同样是带有闪粉的碳灰色 中间有橙色的模仿大师标志 整个盾牌不论内外都有大量黑线的细节 盾牌中间有磁铁可以吸到去双手前臂银色装夹的前端 完全这样还原了电影里面的效果 不过这个磁级的力度不算很强 如果不小心撞到的话应该是会撞跌的 弓的部分是一把碳黑色的复合弓 配搭了有很多橙色的细节 沿线就用了有弹力的面线 箭就有三款的 我猜就应该分别是普通箭头 勾爪箭头和爆炸箭头 如果我猜错的话就要回去问回鹰眼老师 或者是问回这个Kate Bishop 最后地台方面就是六角形的地台 电影标题和模仿大师的标志做了反光面 正面印有Task Master的字样 好 atherapy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次这款Hot Toys的造型非常好看 战衣上用了很多魔术贴配搭敌膠色条的设计 能够在保持造型好看的同时 又做到模仿大师这个角色应有的可动性 上次在Antman身上都有做到一些魔术贴 不过当时那些我就觉得不够贴合 可以说今次Hot Toys在魔术贴的运用方面进步了 不过这个技巧其实是刚刚好 今次模仿大师这个角色应用 这个技巧是绝对不可以滥用的 否则的话就会令到角色的服装失真 而今次的可动性方面 其实没有我初头想的那么夸张 不过依然是很优手的 虽然追加配件这个举动就很有诚意 不过我就觉得他应该是要比较他的匕首和手枪 另外根据电影的画面 这个盾牌的质感应该是偏向金属的材质 所以我认为盾牌的质感未做到最似 而且这个盾牌磁吸的力度真的不够强 很容易就会脱落 另外补充一点手臂上磁石的位置 其实是陷在前臂内 所以和盾牌之间其实隔了好几层的物料 可能就是因为这样磁吸的力度不够了 这次Hot Toys的预订价钱是港币1530元 我觉得这个价钱合理是可以入手的 本来以为模仿大师会是一个用完即器的一次性的奸角 但最近就有消息指出 模仿大师有机会会在雷霆特工队里面再度出场 非常期待他在MCU里面的后续发展 在黑寡妇的电影里面除了模仿大师之外 Hot Toys已经出了雪妆的黑寡妇 原装的黑寡妇 和Yelena 希望Hot Toys可以出卖Red Guardian 让他们可以一家团聚 好了 今天这条片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今天这条片的朋友 就记得一定要赞好和订阅我的频道 按下小铃铛 Follow我的Instagram 在我的Instagram上面 会有更多的玩具情报 和不同形式的玩具开箱 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by bwd6 by bwd6 by bwd6